詹姆斯在今下的决定門3.0版,自然是今下最令人震惊的逆境极大事件,只是詹姆斯承接起可比退役后留下的胡人权杖,却绝非是一条意识之事。 毕竟以胡人如今的整体战斗力,他们尚且不具备于勇士或尖等超级强对教反的实力,不难看出,詹姆斯与胡人军营来变革一计,而詹姆斯也不需要继续以独行侠的面貌,帅对斯克冲击总决赛席外,心在其他更现实的目标当中没有真惯一词。 从7月1日詹姆斯宣布加摸胡人的那天起,整整三个月时间,全球无数篮球迷都在期待着今天这一刻詹姆斯终于升穿胡人球衣全场。 在近日结束的一场季前赛中,胡人以107比120次不敌决金,赛后胡人球员勒布朗·詹姆斯接受了媒体采访,詹姆斯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助攻事迹的传给布兰登·英格拉姆, 谈到与英格拉姆的配合,詹姆斯说,联合在进攻端充满能量的球员,我都能找到与其相适应的比赛节奏。 他英格拉姆,就是这样的一个家伙,不停的坐无球移动,我的第一个助攻就是送给了他,他只是在若策移动,我就能够找到他,为他送出助攻。 不过,本场比赛胡人队的进攻空间遇到了很大的问题,特别是上半场,第二节还剩一封四十五秒,胡人发动快攻,詹姆斯在左侧底角持球, 当时龙多依然站在右侧底角,英格拉姆站在胡顶三分线外,他俩的身前仍然一片开阔,而且都伸手要求,很显然。 绝今对意识到胡人队的三分问题,所以他们在防守三钻时,会故意,放掉他们认为可以放掉的人,詹姆斯本场仅打了半场,出战了十五分钟,下半场没有登场。 他三分最终数据,定格在了两中二,而除了詹姆斯外,胡人齐他首发球员的三分惨不忍睹,龙多外线没什么指望,一次三分出手没能命中, 英格拉姆三分也不稳定,两次出手全部打铁,胡人被基于后忙的外线炮台波斧让人失望,三分四次出手零次命中,麦基就不说了,修萨奇的训练视频都是骗人的,胡人对肩下的演员策略曾让许多人看不懂,比如他们肩下的龙多,斯蒂芬森,麦基和比斯利,都不是三分射手, 这让胡人的进攻空间存在很大的问题,詹姆斯从来都是与射手共存共融的,没有射手助攻从哪来,这倒是其次,关键他吸引包夹就没有了意义,目前的胡人阵容中,也就波普还算靠谱,其余都在中等水平以下,这毕竟是胡人新阵容的第一场比赛,他们还需要继续磨合,并找到解决空间问题的办法。